下来要看马上是电影的秘书 来看这个广府广播局所主办的2013年 中华馆6月广播社区 广府市特别公开来办中 广府这广大18月23的广播社区 而且这广播局也有创业中的社区来分享它的经验 其中这和美典的丹典社区 是希望能够合照更多的社区来到立环境的改善 老公会当中华馆搭着行6月广播社区以外 买单和我们自己所担的所在变得更熟悉 中华社区代表亦亦正在来接受标语 在这2013年6月广播社区一日 好比南甸社区理事长来分享他们的努力过程 管理事长也计算社区总体可以在这困难 不是这干部的努力就可以了 总体社区既然可以做会到日经营 这一档版料有声有声 稍后我们社区有一个地方给他们来做 是良好的农典 这个的幸福农典 我们是做做一些无论的素材 也提供给我们社区在中间来输用 还有一个头上老师说的 我们有一个良心的赛道 我们正完要满海的菜 中间的菜就是放在良心菜单 让人愿意 要买的人自己在那里资 这不是只有环境道友 这也是比较谈设的天业 品德教育 国家府管党之处 青江江湖是中华馆的专门温动 因为社区是拥有 环境发展的重要食权者 推动了6千个月 看报社区 更加是中华馆这支推动的目标 家园整个社区 甚至为了我们整个彰化线 一起努力泡票 让我们彰化 这几年来 不管是在中央的评比 在各界的一个肯定 我们在整个环境 一个清洁 维护 都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 人好的一个家计 中华馆 看报教也表示说 6千个 看报社区的推动 已经初步 达成了二级的信号 由后 当完社区基民立荣 中一个地方得适 推动社区 环境整顿 也够立美化 但希望浩交 更加多社区 当地环境改造 让这中华大家走着6千个的下期 中西新闻 王汉精中华报道